大家好好久不見 那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什麼呢 沒有錯就是螺絲 那螺絲呢 其實這裡是一個形式 螺絲的種類呢 如果各位有去大概看過會發現 它的種類規格是相當多的 所以一般呢 我們有時候可能有一些 維修的需求或是你想要DIY 想要把你的七機車或是你的家具 或是你的商品等等的 你需要做一些改造的時候 或是呢你有螺絲損壞我們需要去購買的時候呢 你都會遇到 你可能對螺絲是不熟悉的 所以你往往在購買規格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你可能會想說那我就直接去無金行購買 然後呢 你在購買的時候呢 他就會問你啊你要幾分的螺絲 這時候你就認住了 因為你對螺絲是不熟悉的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在這個 過程中就會遇到一些困擾 甚至有的 因為螺絲呢 而放棄了DIY的一個需求 所以呢 今天呢就是要以一個輔助的工具 來解決你螺絲 螺絲大大小小的問題 但凡是規格啊 長度等等的 等一下呢都會來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樣呢 更快速而且方便的去把我們的螺絲規格找出來 好那這裡呢 介紹幾種方式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去認識呢 我們去看下去囉 好傳統我們要分辨螺絲呢 一般我們都要先爬文 我們要有螺絲相關的知識 再來我們要去分辨說 什麼是工字 什麼是音字 什麼叫做螺絲 什麼又叫做長度 什麼是音字 Inch 跟mini 這種呢 我們分辨完之後呢 要還知道說 什麼是粗雅 什麼是細雅 什麼是左螺絲 什麼是右螺絲 再來 我們還要去查表 然後呢 我們讀了一大堆文獻之後呢 才有機會可以找到我們真正的規格 因為有時候你還是會選錯 好那這樣子呢 我們必須要透過這麼繁瑣的螺絲 的知識 我們才可以得知一顆小小螺絲的規格嗎 好沒關係 我們只要透過螺絲達人工具 我們可以更快速直接的去 知道我們真正螺絲的規格 首先呢 我們一般呢 我們都會看到有一些螺絲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看到螺絲之後 我們一般傳統的方式是怎麼樣呢 我們看到螺絲之後呢 我們可能會拿起 鋼紙或是你的量測工具呢 去量它的大小 好先量它的外徑 以及它的長度 好可是這樣子呢 我們往往在量測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個 誤差值 好因為螺絲它有分 我們在台灣是工資英式這兩個是比較多的 但工資跟英式呢 我們可能它的 外徑又非常的相似 那這樣子呢 其實螺絲 我們買到相似的不一定是可以使用的 好以及說它的這個 種類是相當多的 這邊給 大家試一下看一下這個 形式 以螺絲的頭呢 種類這邊呢 龜類幾種比較常見的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這裡呢 就有這麼多種類的一個螺絲頭 那這裡呢我們就要看我們需要是哪一種 我們依照這個方式呢去選定 那螺絲呢最重要的是它的牙伸的部分 像這個部分 好你如果是跟螺帽或是你的一個 一個物件上面呢 它有螺紋 那這時候我們規格必須要是一致的 我們才有辦法去做首付 好所以我們一般傳統的做法就是 拿起我們的螺絲 然後呢拿去 我們 可能是五金行做比對 比對你也可能是一個 參考值或是你拿螺絲去做比對 或是你直接呢跟 五金行說我要買這種螺絲 然後你再買回來 或者是呢我們是直接上網購買 或是你自己去尋找 有時候我們買回來之後呢 你可能有量過 大致上是這個規格 然後發現 螺絲竟然是鎖不進去 因為可能它有供應式的差別 或是呢你的螺絲是買錯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沒有辦法使用 那這裡呢 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你是對螺絲是 非常不了解 甚至我們一開始才剛認識螺絲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可能遇到了挫折 沒辦法再進行 你的維修 或者是你的DIY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會放棄 算了 就不做了 那這時候就是相當可惜 那這裡呢 等下介紹一下 達人工具 他是 專門幫你處理 螺絲 任何的疑難雜症 那這裡呢 我們要怎麼樣更快速的呢 去使用它 那這裡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再來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達人工具呢 怎麼樣快速的 幫我們分辨出 螺絲的規格呢 那這裡我們大概看一下 畫面上呢 我們示意的是 其中一個 達人工具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總共有25種規格 所以M開頭的是屬於 公字螺絲 然後呢 分母分子的呢 所代表的是 英字的螺絲 以及有井字號呢 代表是番數雅 就是俗稱的美字螺絲 所以我們總共會有 公英美字這三種 那以台灣來講呢 公字跟英字這兩個是最常見的 那這裡 我們所看到的 上面都有一些螺紋 所以呢我們拿到 螺絲的時候第一步呢我們就直接把它鎖鎖看 像這個螺絲呢 我們就來找 拿一個鎖的進去 只要是鎖的進去呢 就代表是那個規格 像這樣子試一下 這裡鎖進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這顆螺絲呢 它就是 M6這個規格 好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其他的 像這裡 我們鎖看看 如果鎖不進去呢 代表它是有問題的 像這裡我們來鎖看看 好這個鎖進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裡是 8分之3 所以這是英字的一個螺絲 好那我們再來試幾種 好 這個也鎖進去了 好是1分之1的螺絲 好 像這樣子呢 我們試一下 讓我們呢 更快速直接的 我們只要用鎖的 鎖的進去呢 就代表是 這個規格 是相當方便 跟實用的 那再來呢 我來示範一下 我們在量長度的時候 要怎麼去使用它呢 這裡呢 我們一般會常看到的螺絲呢 會分兩種 長度 一個是公字 一個是音字 好所以呢 我們這裡 直接把螺絲放上來 放下來我們就直接可以得知它的規格 那這邊各位看一下 好這裡 好 1英吋的 這裡是音字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量公字的呢 這邊直接放上來 他就是 好大約是 25的這個長度 MM 那這裡呢 也是非常棒的 我們在量螺絲的時候 是非常快速的 好甚至我們會比 有巴卡紫在量這會更快 因為這裡呢 這個東西呢 我們是屬於 專門為螺絲長度 設計的一個 一個量規 齒規 所以螺絲呢 市面上我們常見的長度 我們都在 這一個地方可以找到 所以直接放上來 我們就可以量測出 他的 好規格 像這裡 他是20的 好所以 只要我們能搭配這一個 羅亞的一個 規格的一個 量規 以及齒規呢 我們就可以處理 大部分你遇到了螺絲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呢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囉 好的 那其實螺絲它的種類是相當的繁多 所以我們在選用達人工具的時候 一般呢 我們會 選一個 適合的一個規格呢 來 去當我們的一個工具 來輔助我們找到 更適合的一個 螺絲的長度 以及說你要找到正確的規格 所以一般呢 會有 中小型的或是大型的 我們都可以去做一些選用 那我們就要看我們呢 所 選用 以及說你在使用上呢 是 規格大概落在哪裡 如果你不知道呢 你 大小來去做區分 你是屬於比較大型的螺絲 或者是小型的螺絲 我們就可以在這一些 達人工具上呢 做一些 規格的選定 以及說有時候你可能有 羅帽的需求 羅帽的話呢 一樣 這邊的原理都是一樣 只要鎖的進去就是屬於那個規格 所以這裡也會有搭配 羅帽螺絲都可以去做運用 或是 單純 羅帽來做涼色 或是單純螺絲涼色 都有的 這邊都可以去做選用 也就是說你如果呢 是想要知道 螺絲頭它的一些形式的話 也會有一些範例 或者是一些 我們可以去做觀看的 像這裡呢 集合了幾種 我們常見的一個螺絲頭 那這邊呢 給大家去做一個 可能是學習 或者是你要參考使用的 那部分我們可能會運用到 自攻螺絲 那自攻螺絲這一塊的也會有 這方面的一個 良規 來 輔助各位更快速的可以找出我們 想要的規格 那這邊呢 機種給各位參考 當然這邊呢 只是其中幾項 甚至呢 有一些是 左螺紋的 或是 細牙螺紋的 或者是 類似 軸承用的 軸承羅帽 等等呢 這類的一些 選用 也都有 相關的一些 達人工具 那這邊有興趣的可以到這邊 底下來做一些 觀看 跟選購囉 好的 今天的介紹呢 主要就到這邊 我們最主要呢 就是介紹 專門 為螺絲解決困擾的 螺絲達人工具 給各位做一些 你可能工作上 DIY的一些 輔助參考 當然你如果是對螺絲 是 很有興趣的 這裡也會有相關 更深入的一些 教學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 認識跟學習 好比說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 音質 幾分牙 你可能在 五金行 會遇到說 你要幾分的螺絲 你不知道要怎麼分辨的話 我們底下 在影片底下呢 會放一些相關的一些 螺絲相關的一些 學習 我們可以做參考 好像是 螺絲要怎麼去認識 是幾分牙 我們可以用 台語的方式來去做分辨 以及說 螺紋呢 他其實還有其他的種類 好像是 管用螺紋 或者是 T型螺紋 等等的這類的 有興趣的一樣 都會放在影片底下 我們可以做一些學習 以及說自攻螺絲 還有 更細分一些其他的種類 都會放在下面 給有興趣的人去做個學習跟參考的 好那這裡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這是相當 實用直接的 一般我們傳統的方式呢 我們必須要拿起我們的 池 或是油膠卡池 來做量測 那量測的過程呢 一般往往沒有 辦法那麼直接 或者是你的量測的方式呢 要比較多 好所以我們透過這個 專門為螺絲設計 而且簡單 我們如果沒有螺絲相關的知識 一樣可以找到我們想要的規格 好直接用鎖的 鎖的進去就代表是這個規格 是相當方便跟實用的喔 好那這邊就給各位做個參考了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今天一陣子 部